唐德君落选中国篮篮20人大名单曝光 篮协新规定郭世强遭重创 欢迎大家收看本视频 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中国篮篮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时间3月31日 CBA季后赛将在明天迎来第一场比赛 目前12支球队已经全部到达篮昌 进行最后的备战和训练 由于CBA季后赛的规则改变 本赛季季后赛球迷们终于可以大饱眼福 看到多支强队之间的对抗赛 在季后赛结束之后 中国篮篮将在5月中旬集训备战施育赛 亚洲杯和亚运会 目前国家二队也在紧锣密集的筹备当中 根据篮协新出的规则 中国篮篮将会选用大量的年轻球员进行培养 不过中国一队集训的大名单已经基本确定了 入选的球员都是从中国篮协公布的人才 库里挑选的 其中在中国篮篮对战日本篮篮的 胡明轩是因为伤病没有入选集训 这次胡明轩已经成功入选了中国篮篮集训的名单 辽宁队的老将韩德军落选本次集训 引起了球迷们很大的争议 韩德军在球迷的心中依然是强悍的中锋 不过韩德军年龄不断的增长 状态也有所下滑 在体力和节奏上会跟不上国际的赛事 中国篮协也是有意培养年轻的球员 所以韩德军落选中国篮篮也是必然的事情 类型方面韩德军落选以后 周琦 王哲林 易建联 胡金秋 任军飞 阿布都 沙拉木 张振林 依旧会入选国家队 这些球员都是杜丰比较信任的选手 那么外线球员郭爱伦 吴浅 赵瑞 胡金秋 赵纪伟 胡明轩 孙明辉 赵延浩 徐杰等入选了集训队 其中有一个新人也被大家关注 那就是防守为主的球员朱俊龙 可能也会入选中国篮篮 中国篮协在近期公布了中国篮篮二队教练公开聘选 中国篮篮二队主要是为中国篮篮一队更好的培养和输送人才 当然也会承担一些比赛任务 之前有网上传言说郭世强会出任中国篮篮二队的主帅 不过这一次郭世强应该会落险 因为篮协规定国家二队的主教练必须全职带队 目前郭世强是广州队主帅全职带队 基本不现实 不过国家一队的主教练依旧是杜丰 杜丰作为资深主教练在战术上能够灵活变化 执教方式也是非常的严格 这对于中国篮篮取得比赛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媒体报道 这一次二十人大名单当中基本上偏向于年轻的选手 同时组建的国家二队年龄段在18到23岁之间 这对于中国篮篮未来的发展非常的有利 中国篮篮自2009年之后一直处于低迷期 中国篮篮的任务就是冲击下一届的奥运会 年轻的球员将会代表中国篮篮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最后也希望每一位球员都能够在赛场上敢打敢拼 为比赛的胜利拼尽全力 当然也希望杜丰能够严格把关 拒绝篮散杜军球员入选国家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